好 欢迎回来继续听Annie的故事 那我刚忘了介绍Annie的中文名字 Annie叫做许家明 那因为我想应该还是蛮多人会称呼她Annie 我觉得Annie也听起来是一个好听的名字 我们就先这样子称呼好了 那所以Annie你后来你回来台湾 然后你开始担任公关的工作 大概也有两三年的时间差不多 那那段时间其实也经历就是李中当兵嘛 对 那当完兵之后你们有什么样的人生规划 当完兵她在当兵的时候 我其实就常常跟她说 我很想要去美国东岸念书 因为这个一直是我 在念大学的时候的希望啦 但是因为爸爸妈妈有一部分的 怎么讲一部分的压力是希望我留在西岸 所以我才没有去申请东岸的学校 所以我很希望李中跟着我一起去完成我的梦想 对 然后所以后来 你跟她说你想要到美国东岸去念书 那你们就真的计划了这件事情 然后就真的飞到东岸去了 我觉得她比较辛苦 怎么说 对她来说她要考很多的考试嘛 因为 你不用吗 因为我在国外有国外的 经历了 分数啊什么的都可以直接转换 对我来说是比较容易的 那对她来说因为是要考很多英文的考试啊等等 她要做准备 她比较辛苦 因为你之前 因为她之前她没有出 她并没有出过 对 是 哦 ok 所以你 对你来说相对容易 因为你之前其实你在美国的 嗯 呃学历啦 一些你等于算你已经有铺路了 你要申请一些学校不那么困难 对 所以李中来说她要从头开始 是 所以你们那个时候等于同步在进行 嗯 那就挑选学校的部分 听说你们就 一直很坚持就是 纽约 对不对 呃那时候有两个地点啦 嗯 一个是 芝加哥 一个是纽约 对 那最后为什么 雀屏重选 李中比较厉害她入选 她被很多学校挑中 对 但是我比较逊 我就是被NYU挑中 所以我就 为什么这么比较逊 NYU也很好 因为我只申请了一个学校 哈哈 纽约大学 对 嗯 因为我想说如果她申请到的是芝加哥 或是南加大的话 嗯 那我就先过去 然后再申请 我想要先把我的第一志愿先申请到再说 嗯 那刚好她也被哥伦比亚大学入 就是 入取 入取了 对 哦 那也很刚好都 就都在 对啊 同样的一个区块 真的 不然其实你们想要是你们刚好到美国就一个又被西岸的录取 对啊 或是一个被东岸录取 你们其实还是要继续远距离 而且美国很大 对 所以后来你们两个就很很幸运就落脚在同一个地方 嗯 那你那个时候你念 呃 纽约大学 嗯 然后李中士在哥伦比亚大学 哥伦比亚 对 对 你们后来在美国总共待的时间有多久 你们两个一起出去的时间 呃我们两个人在美国大概待了六年的时间 那后来她先回台湾工作 嗯 那我继续还待在那边一阵子 嗯 嗯 所以其实你 你们两个算是 完全的爱情长跑 也可以这样子讲 嗯 因为从很小 很小那段不要撇开阿吉不说 嗯 阿吉带来的 阿吉这个美人 对 让你们两个有机会可以亲近 然后到后来你们真的在一起 大概很 二十出头就在一起了 二十岁 二十岁在一起 嗯 然后一路都 很努力要在一起 可以这么说 真的耶 对不对 可以这样讲吗 就是因为其实你们做的很多决定都是会以 对方 会互相考虑 去设想 嗯 那听说在 其实你这当中你也是 因为以你的个性啊 你算是一个蛮 勇往直前的人 嗯 想到什么会去做的人 可是 常常是不是有一些 小事情会让你在 因为考量到 呃 呃 另外一半 这件事情会让你比较 比较 退缩 也不能说退缩 会让你稍微考虑比较多 对 会 因为 嗯 年轻的 年轻一点的时候 就大概大学的时候 会觉得什么事情都可以勇往直前 没什么 难得了 没什么挡得了你 对 但是后来 嗯 跟李忠一起到美国 到纽约的时候 就觉得 就正式的感觉 人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 就是一个同居的生活 嗯 然后 嗯 正视对方的身份 嗯 然后彼此尊重的时候 嗯 就是当我在做一些决定的时候 我发现不是只有考虑我自己 想要冲就冲 对 我还要考虑 两个人的生活 嗯 对 所以那时候其实 我一直到大学 一直到研研究所的时候 都 很想要争取 就是 媒体啊 记者方面的工作 对 你还是有站立记者的梦想 我一直有 对 我一直有 然后那时候 其实我们学校有一个program是 到 嗯 东欧 嗯哼 对 去做 其实是义工啦 可是你会 你可以在那边发挥一些 你的所学 嗯 比如说念护理的 就是在那边做一些 社区服务的工作 对 那因为我们是念大船的 所以可以写一些文章 什么之类的 嗯 那我那时候超想要去的 因为我对那样子的生活非常非常的向往 嗯 对 然后又觉得机会很难得 然后 名额都已经open了 对 可是我就每天 到底要或不要 对 我每天在家里 然后我都不敢跟李宗商量 因为我觉得 我跟他讲 他大概会 觉得 我不知道他会怎么想我啦 对 可能会觉得我很自私 怎么可以把他抛下 或是 真的吗 我不知道 我就是 当然是往坏处的方向想 对 对 因为其实一分开就是半年多的时间 嗯 对啊 所以后来 真的是几经思考之后 我实在放不下我们家的 李宗还有我们家的狗狗 所以我就 为什么李宗的生活旁边 总有一只狗在干扰它 所以我说 我那时候觉得 人生到另外一个境界 因为我们俩共同养了一只狗 嗯 然后觉得 加累 更像一个家了 真的完全是加累 就是再也不能那么潇洒 对 对 就没办法说 想走 想离开你的脚步 又一跨 就出去了 没办法 真的 变得很不一样 那你觉得对 其实我觉得 借由你们的关系来探讨一下两性 也挺好玩的 那对李宗来说 他也会是这样 这么做的一个人吗 就是会像你一样 比如说去考量到 你们两个之间的关系 然后 所以他因此会影响他的决定吗 我觉得 这都是慢慢学习 一开始的时候 他不会我也不会 然后就因此常常有一些纷争 对 因为对他来说 一个艺术家个性的人 他有他的理想 跟他想要追求的 的那一种生活 空间啊 对 然后这个可能是两个人很密切的 住在一个小小studio 纽约的空间是没有办法达到的 对 那我也是一个自由自在心的人 那我只要有空 我就想买张机票 我就想要走了 所以就在一开始的 同居生活的前半段 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摩擦 可是 一度也有谈到很多很严肃的话题 比如说 那就各自活一阵子 然后活完之后再觉得 看怎样再说吧 对 但是经历过很多这样子的 纷争磨合之后 我觉得 大概第三年 第四年的时候 我们已经很为对方想了 嗯哼 对 那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转折点是 当你愿意为我想的时候 我其实更愿意为你想 对 对 当你告诉我说 我是 我其实都有考量到 我们两个 我没有去那个地方 是因为 我觉得你一个人在这边 我不放心的时候 我反而会 很下心 会一口气 想说 那你去吧 我会在这里好好的 你对 也反而有时候是这样 你反而觉得 对方不因为你 然后停止他的脚步 你反而会希望他可以 自由的去飞 我觉得他应该要发挥一些 他应该要发挥的 不要被我局限在这边 所以 这都是一个 慢慢 慢慢 互相进步的过程 对 对 哇 好浪漫 有吗 也是 之前也是吵得很火热的 没有 我觉得真的感情 好像就是 吵也很会吵 那好也很好 这样子 对 所以你后来 你就真的 考量你们两个 不要远距 所以你又 决定 因为家磊的关系 所以好吧 还是打消那个 要出远门的念头 对 那后来你们 你们在纽约带了一段时间 那 你们 那个时候 你们是有决定 要回来台湾的吗 嗯 一直都是 有这个想法 但是又有 被一些其他的想法 给吸引住 所以其实 才会在纽约 又多晃了好几年 对 对 那你 你那个时候 对于你们的 就是未来的规划 因为听说 你是真的很向往 纽约的生活 你很喜欢那边 对 让你 什么样的 最后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你们 回来 嗯 嗯 因为李中 毕了业之后 大概已经找我 一年多 就已经回台湾 开始工作了 对 对 那当时 我还在纽约 然后他是 飞来飞去的状态 嗯 对啊 然后 因为年纪也不小了 嗯 然后就突然觉得 这样子单身 就是有点像单身贵族 对 或是 对 顶客族 嗯 是不是 的生活 好像不能再过那种 就是不能再这么潇洒 过下去了 对 所以就是有一天痛定思痛 想说应该要有一个家庭 对 然后应该要好好的 定居在一个地方 嗯 不要 因为纽约 对我们来说是家 可是又有点像是一个中途战 对 对 很多东西都还留在台湾的家里 各自的家中 对 觉得 先不要带去好了 因为我们还没定下来 嗯 就是 游子都会有这种感觉 没错 对啊 所以就是有一天就突然觉得说 算了啊 就是 好好的定下来吧 哦 要放下咯 这样子 然后好好的过个家人的生活 对 对 就回来了 嗯 OK 好 那听说回来的之后 你的 人生也开始 有了一点转变 就是你开始 进行你的 创业之路 好 我们等一下稍微休息一下 听 Annie来讲一下 就是 她从一开始的 战地记者的梦想 然后到 担任公关 然后到 现在 她的 她如何开始开创一片她自己的天空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担任公关 我担任公关 感谢观看